嗨,大家好,我是Fly 我们都知道一艘巨型轮船造价是非常大的 但是一艘新的大轮船建造好后 它是如何驶入水里呢? 造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第一次下水其实比造船还要困难 普通轮船大概有几十吨重 而巨型轮船有几十万吨的重量 所以那么重的巨型轮船制作完之后 送到海边的这个过程 我们普通人是无法想象的 首先要把巨型轮船固定在岸边 然后用一个又一个滚轮垫在轮船的下边 最后就是用很粗的绳子拴住轮船 等到轮船下水后 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些绳子烧断 没有滚轮和绳子的轮船会慢慢滑到海里 下海的瞬间会震起巨大的浪花冲到岸边 而整艘轮船依然会在海里摇摇晃晃 感觉随时会沉下去 等轮船慢慢的平衡才可以运行 也就是轮船下水成功了 看到这个视频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项超级工程的巨大魅力 以及工程师们劫出的工作成果 但是也有轮船会在下水的时候 发生意外而失败 这也意味着几十亿瞬间打水漂 一艘大船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码头 下水时就发生侧翻 船体随即碎片四射 场面十分惊人 这艘大船侧翻入水中 薄块折断 掀起如当年泰坦尼克号乘船时的巨浪 与此同时 船体碎片四射 此次事件还造成一人骨折 小伙伴们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